好,那我们来接着讲啊 刚才呢带领大家装了一下我们这个软件啊 装了一部分就是装了一下这个 我们的这个python 以及这个配置python的环境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几个软件也需要跟大家装一下啊 然后呢装一下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哪几个软件呢 有一个软件呢 大家需要这个关注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叫pycharm 这个大家都已经装了吧 应该昨天装的时候 python和我们这个pycharm应该都装好了 好,那这个pycharm是啥呢 我们来双击打开一下看看啊 运行一下 这个pycharm的安装呢就非常的简单啊 这个俗称傻瓜式安装 明白吧 然后运行 运行完了之后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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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ll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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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 傻瓜式安装啊 剩下的就是等待 感谢张俊宇正控的火箭啊 我发现大家这个虽然说评论区有的同学崩了 但有同学还没崩是不是 没崩的小伙伴你可以火箭刷起来啊 让我知道你们都在啊 我这个时候现在有点尴尬啊 感觉我就是非常卖力的在讨好大家 但是你们对我却爱搭不理的 一理不理的 我感觉我已经过气了啊 跟刚开始刚开场的时候 那个感觉完全不同啊 刚开场我觉得我已经是万众瞩目了啊 已经成为大明星了 结果现在分分钟一个小时还没到 我就已经过气了啊 OK 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装完了 装完了之后呢 有一个run Pycharm community这个edition啊 就是这个 你可以安装 也可以运行 也可以不运行啊 那finish 这个时候就装好了 装好了之后呢 我这个呢 我的习惯是他什么都没有 是不是 那在哪找呢 其实在这里边可以找一下 Pycharm 那这个我们已经装好了 给他运行起来 好运行起来之后呢 他这个里边会 第一次运行的时候 他会出现一个东西啊 说什么这个import Pycharm settings啊 就是导入这个Pycharm的设置 好来OK 直接OK了哈 这个是2019的这个3的版本了 然后呢 这个里边呢 可以选 选什么颜色的呢 一个黑的 一个白的 看你喜欢哪个颜色啊 那我的话呢 喜欢这个白色的啊 纯洁的白色代表纯洁 感谢各位小老铁送的火箭啊 还有同学还能够发弹幕的 是不是 好 来我们选一下这个白色的啊 当然大家可以选黑的啊 我选白的是因为这个颜色的对比度比较大 这样的话大家能够看得清楚 如果我写黑的话 这个字啊 和这个背景的对比度太小了 有的同学屏幕分辨率太差的话 可能看不清啊 感谢各位这个赠送的礼物啊 让我感觉我又回暖了啊 我这个凉涂的主播还 我这个凉涂的主播还没透啊 又回暖了 好 来 下面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叫 scape remaining and set defaults 什么意思呢 下面叫 我点一下 然后这个叫 跳过 然后使用这个默认设置 来点一下啊 OK 好 现在就起来了 哎 又活跃起来了啊 让我感觉到大家的温暖了啊 好 那这个有了之后呢 现在我这个pysharm呢 就已经运行起来了 运行起来之后呢 我现在呢 想要来用我们这个pysharm来写个代码 怎么写呢 这个地方呢 有三个选项 大家应该能够都看得到的啊 哎 我的这个图啊 来大家看看 这有三个选项 一个叫create new project 一个叫open 一个叫get from version control 这几个词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吗 我们一个个来看啊 第一个叫什么意思 大家能翻译的过来吗 评论区现在能说话吗 能打文字吗 如果能打的话 大家给我来个响应啊 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大家的英语水平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很差的话 应该这几个词也认识吧 create new project啊 这个翻译过来 就是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什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想来 来创来搞一个新的项目的话 你就可以来一个create new project的啊 成俊生啊 感谢前夫哥赠送的火箭 好 create new project啊 好 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下边的话呢 这个open open是干啥的呢 open的话呢 是来这个点击我们那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打开一个 已经存在的一个文件啊 那再往下 guide from version control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从我们那个 版本控制里边 获取一道一个新的代码 这三个选项 那这下面两个的话呢 我们先暂时不说啊 我们先说第一个 创建一个新的工程 来点一下啊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这个木全江 这个廖全江啊 廖全江是不是 廖全江同学这个 刚回答了我这个 我的这个消息 是不是啊 这个是我一分钟之前说的话啊 现在才回答了我 过去主播没没没办法 是不是啊 我刚开始就聊了 是不是啊 中勇啊 好 来我把这个东西 大家看啊 这个创建完了之后呢 会一个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是不是啊 地址 好 那把它放在哪呢 大家注意啊 我每天啊 这个这个地址的话呢 放在哪都行 没办法 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啊 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你把它放在哪 你自己一定要清楚 没办法 你别随便随手一放 然后完了之后 到时候找不到啊 来 我的话呢 会把它每天放在 我们每天的资料里边 放在我的这个 用户 这个Chris啊 我这个 Desk Top 就是我的桌面 大家看到没有 我把它放在我的桌面 开班的里边 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开边 开班视频啊 这个里边呢 我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啊 来 你有一个文件夹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代码 我把我的东西放在哪呢 放在我这个代码里边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就是在我这个什么呀 第一天里边 D01 开班里边 有一个叫代码的文件夹 然后我把这个文件夹呢 把我的代码呢 就放在这个 这个文件夹里边 能理解我在说什么吧 就这么一个概念啊 然后呢 来 Crate创建 走 现在呢 就创建好了 创建完了之后呢 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 Welcome to PyCharm 2019.3.2 有一个欢迎信息 其实我并不是太想看到它的欢迎信息 是不是 有点麻烦 是吧 那这个里边呢 可以概念啥事呢 大家看这里边一个叫 Show Tips on Startup 它这个啥意思呢 就是开启的时候都来显示是不是 你把这个勾给它勾销掉 要不然它下位还有 好 然后Close给它关掉 不听你在那叨叨 欢迎我是不是 那我就来了呗 好 那现在这个有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啊 要写一个代码 怎么写呢 右键在这儿 有一个New 新建一个 大家看Python File 一个Python的文件 我在这里边写一个代码吧 比方写一个Demo 直接写个名字就叫Demo Demo这个词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样本 小样的意思啊 来一个样本 来 现在呢 在我们这里边就有一个Demo.py 这个文件 看到没有 Demo.py这个文件 那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 在我这个 在我这个桌面 开班这里边 代码里边 是不是就有一个Demo.py这个文件 大家看到这个了吗 是不是就有这个文件了呀 好 除了这个之外呢 大家可能还看到两个文件夹啊 一个叫.idea 一个叫Venv啊 这两个文件夹 你不要管它 也不要动它 你就当它不存在 你就当它不存在啊 不要不要打开它 看到就当没看到一样 你就看到这个Demo.py 这个Demo.py 是我刚才创建的 是不是啊 好 那我现在呢 可以在里边写一段代码啊 写个什么代码呢 来个PRNT print 来个 Hello Word 好 我就写这个啊 写完这个之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代码呢 就已经给它写完了 好 我现在呢 又见啊 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有一个叫Run Run是什么意思 Run是跑 是不是 有跑的意思 也有发射的意思 就像大家发的这个小火键是不是 就是发射的意思 那它其实还有一个运行的意思啊 来运行一下 走 大家看 在这下面 是不是就有一个Hello World就出来了呀 这个内容就出来了 这个呢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代码啊 大家不要着急 我们明天的话呢 还会再带领大家写一遍 今天的话呢 只是跟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我们这个PyCharm的基本使用啊 好 那这个完了之后呢 大家注意啊 有的同学可能会有疑问啊 说老师 老师你这个写的代码这个字太小了吧 我看着眼睛都疼是不是 我跟大家讲啊 不止你们看着眼睛疼啊 我自己看着眼睛也疼 明白吧 那这个大小能不能调呢 你觉得能不能调呢 那肯定可以调是不是 那不能调到还咋玩啊 好 来看一下在哪呢 在这个Fail文件里边 有一个叫Settings 叫设置 好 看到这个设置啊 看到这个设置完了之后呢 这里边有一大堆的东西啊 一大堆东西密密麻麻的 全是英文是不是 有的同学是这样的啊 每一个英语字母都认识 这个单词拼在一起 可能就不太认识了 是不是啊 英语这个问题的话呢 英语这个问题的话呢 大家慢慢的提高啊 我们在后边的话呢 会接触到大量的英语 每天提升一点点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点到哪呢 点到这个Editor 就是这个编辑器里边 大家看Editor 这是我们的编辑器 好 编辑器里边有一个叫Found Found就是字体的意思 在这个字体里边 大家看啊 这里边有一个Size啊 就是大小 它默认多大呀 13 13有点小啊 这个 王辉赛同学是不是啊 这个 跟我说这个是 运行是不是啊 这是3点12分 这个差不多 差不多延迟有一分钟啊 我刚才都已经说完半天了啊 大家才能够 才能够这个跟上我的节奏啊 所以这个网络延迟还是比较严重的啊 啊 这个Size的话呢 指的是这个大小 它默认的话呢 是13个大小 有一点小啊 有一点小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改大点 改成多大呢 改成这个18个大小 来 大家再来看看啊 OK 大家看这个字 现在有没有变大了啊 就已经变大了啊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大 怎么办呢 来 Fail 这个Settings 你再改成多少呢 改成这个20 好 来 OK 再来一遍 够不够大 如果还觉得不够大 怎么办呢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大 老师我还看不清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呢 有眼镜的同学 你要换一下眼镜了 如果没有眼镜的同学 你肯定要配个眼镜了啊 20这个字体已经很大了啊 OK 好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那这个里边呢 跟大家简单的演示了一下 我们这个Pysharm的安装 以及它的基本使用 还有这个设置字体大小 相关的这个基本操作啊 那我把这个视频呢 暂停一下啊 我把这个视频呢